上回书说到韦小宝坐着宫主的轿子,由赵琪贤带着四十名侍卫保着,从宫里逃出来,回伯爵府。 这一路上啊,韦小宝这着急啊,这心砰砰砰的跳,他听着,恐怕前面炮火连天,自己的师父跟朋友们死了。 幸好走到胡同口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这顶轿子刚到胡同口,前方应同代阿基赤,赶紧来到轿子前。 这时候公主在轿子当中,早已然让韦小宝交好了,所以应该怎么问,应该怎么行事,这公主就按照韦小宝的意思吧。 阿基赤来到公主轿子前,上前十里。 公主立刻把头探出来了。 阿同梁,皇上秘指,今天晚上接班的事情十分重要,你一切都准备好了吗? 公主殿下。 公主殿下,你才都预备好了。 嗯,那些大炮都准备停当了。 是。 请公主放心,使南淮人南大人亲自指挥。 这句话,韦小宝在轿子里听得非常清楚。 亲说皇上果然没骗我,南淮人,这个洋人在这亲自掌握大炮。 他造的炮,他在这指挥,那还能打不中吗? 公主则按照韦小宝的话说。 皇上可吩咐了,让我进伯爵府去办一件事。 你跟着我进去吧。 啊? 呃,灰殿下,实际紧迫,这时候你人不能进去了。 什么不能进去? 这是上纸,你敢没看吗? 啊,你才不敢。 不过,实际是危险的很,眼看就要顺耗了。 公主殿下是万斤之体。 李小宝在轿子中轻轻的咳嗽一声。 陶红英知道这是密令了。 马上往前一窜,就把阿基赤左右腰间跟肋下删除药学就给点上了。 阿基赤一声轻呼,上身与人动腾不了了。 接着,就觉得后背一凉。 怎么这么疼啊? 一把利刃就在他后背着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 阿基赤吓得魂飞天外,不明所以。 公主就跟阿基赤说。 皇上的密旨,你要不放纸立刻砍了。 还把你满门敲斩。 啊,是是是。 魏小宝的这时候,心中一动。 气说这些一前侍卫跟着我办事,是一向听话的。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命送了呢? 不如让前方营去做替死鬼。 想到这儿,她就在公主耳边滴滴的声说。 告诉她,让她点五十名前方营官兵,跟着咱们进去。 公主立刻就跟阿基赤说。 你带五十名手下军士,跟咱们进去办事。 啊,是是是。 阿基赤没有办法,立刻往下传领,就点了五十名军士,跟在公主的敌礁后边,就走进了伯爵府。 魏小宝吩咐赵琪贤,率领一前侍卫,守在伯爵府的门外。 这叫着望里抬,尤打第一层大厅,抬到第二层厅。 叫着闹平,公主跟魏小宝都吓了叫。 翻覆五十名军士,就在天井中列队等候。 陶红英押着阿基赤,跟魏小宝公主四个人就走进大厅。 一推东厅的门。 里边正是有陈锦南、穆建生、还有徐天川这些人。 大家伙一看眼浪了。 见魏小宝带着一个贵妇人、一个宫女,还有一名武贵。 是怎么回事儿? 魏小宝立刻招手,大家伙就凑过来了。 师父! 众伟! 皇上知道咱们今天在这儿聚会,糊涂外边一脸围满的官兵,还有十几门大炮,备准了这儿。 哈? 大家一听,脸上全都变了颜色。 柳大红木手一指。 咱们,现在就冲出去。 魏小宝摇了摇头。 不成啊,外边官兵太多,大炮更厉害啊。 现在我已然带进府中几十名官兵。 大家伙立刻把他们衣服脱下来,咱们穿上混出去。 太好了。 陈静南说咱们就这么办,马上行动。 魏小宝回过身来,就跟公主说了。 公主点了点头,就对阿吉赤说:"去,传二十名君士进来。 阿吉赤这都行事不妙了,但是身背后有钢刀顶着,根本不敢违抗公主的命令。 天敌会跟沐王府的人守在门口。 前方营二十名军士刚一进来,立刻上去全打脚踢,肘撞指戳,就把这二十个人打走在地上。 第二回叫这十五个来,第三回又叫这十五个来。 把这五十名军士全都打倒了,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。 这些天敌会还有沐王府的人,就都改办成前方营的兵士。 就连公主也把衣服换上。 魏小宝一看,其中有沐建平还有曾柔,跟着大家伙换好的衣服。 嘻说:"怎么看不见双儿,这小双儿哪儿去了?" 诶,我问你们,双儿呢? 曾柔就跟韦小宝说:"双儿梅子,看你进宫这么长时间不回来,又没有半点消息。 他不放心,就随着方济中大爷出去打探消息。 沐建平找得着迷。 是啊,他们两个人吃过中午饭就出去了,总这时候还不回来呢。 韦小宝心里头惦记了双儿。 又一想,方济中五义高强,可能会保护双儿的安全。 但是,他们两个人不知道皇帝的布置,躺着我们大家逃走之后,他们两个人又回来了,刚好大跑一轰。 他们两个人不得死在炮口之下呀。 温小宝想了想,就跟钱老板儿说:"钱大哥。 方大哥跟双儿去打听消息,还没回来。 你得在这儿多做点记号,让他们看见之后立刻好跑。 好。 钱老板儿立刻就拔出短刀,在两名清兵的大腿上,砰砰,戳了两刀。 然后隔下医生,就在他们伤口这儿占了心绪,在所有的门上全都写了两个字——快头。 写完了之后呢,回到厅中,大家伙儿依然把衣服换好了。 卫小宝带着大家,就来到马轿中,牵了座去。 四名天敌会的部署假扮太监,抬着公主的敌轿,压着阿基赤,从伯爵府出来。 这五十名前方营的军士,就都留在伯爵府了。 卫小宝仍然坐在公主的轿子之中,出了府门之后,叹了一口气。 哎,信说,府里头,辅使我那些门坊、马夫、厨子、清兵,还有男女仆役,都可能被大炮轰死。 如果把他们叫出来,恐怕就得露出破绽。 得了。 那天在五台山,大家伙儿扮假喇嘛,救了老黄姨的性命,今天只好还用这条技术。 这是一条乌龟脱壳之计。 先救老黄爷,再救我小贵子,道理非常妙得很。 他回头冲着自己的伯爵府,对不起大家伙儿,这是没办法的事。 大家拥着公主跟阿锡赤,走到了胡同外边。 就瞧见官兵来回巡逻,戒备森严。 但是大炮在什么地方,却瞧不见。 美小宝知道了,都在附近民宅里头呢。 美小宝生于险地出了一口尝气。 眼瞧着师父跟所有的朋友都躲了炮火之灾,感到心中安慰。 他就跟赵琪贤说:"赵总管,我可告诉你。 这个阿统带犯上作乱,大逆不道。 你啊,立刻把他压在监牢。 除非皇上亲自提神。 否则的话,等我回来再发了。 赵琪贤答应了。 韦小宝又说:"这个人可是国家侵犯。 皇上恨他用骨。 一听到他名字就要大发脾气。 你跟众兄弟说:"千万大家伙要小心,别让皇帝听到这反击的名字。 热皇上生气啊。 行啊,您就放心吧。 赵琪贤接了命令,带着四十名御前侍卫拥着阿七赤走了。 那么这位阿七赤现身天牢,以后什么时候才能活命呢? 韦小宝就不管这一套了。 大家一句话都不说,就往必经之处走。 走出吉里地去。 韦小宝就吓了轿子骑上马。 就在这时候,就听见。 哄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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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炮响了。 大家伙顺着声音一看,伯爵府上黑烟弥马。 而且都看得见的,木梁砖马在空中乱飞。 这些人就觉得脚底下土地都在震动。 大炮,勇龙不竭,伯爵府中血糊的火炎升上天空,得高达十几丈。 大家伙儿离着比较远了,仍然觉得一股热气扑灭而来。 大家伙儿都非常害怕,想不到大炮的威力竟这么厉害,倘若晚早片刻,大家都得死在伯爵府吧。 眼瞧着火光一暗,跟着火炎冲上云霄,受得半冰天都呼了。 魏小宝心上,这炮声小皇帝是一定听见的。 他要是派人叫我去说话,这事情可叫麻烦。 所以他就跟陈静男说,师父,咱们得赶紧出城,消息一传开,城门口盘插严了,就出不了城了。 好,立刻就走。 他们刚一动换,公主蹭了一下,有点轿子中蹦出来了。 魏小宝这才想起公主来了。 他一回头,我说公主啊,你先回宫去吧。 等事情平静之后,我再来记你。 什么? 你说什么? 好啊,你魏小宝。 你偏下不理我了? 不不,不是。 啪! 公主立刻就给了魏小宝一个耳光。 大家伙一看,刚才炮声震撼天地。 人人都在感激魏小宝。 就即便有瞧不起魏小宝的人,现在也认为魏小宝足之多谋,而且身上意气深重。 本来感激他,没想到突然间看公主给他一巴掌。 大家伙也莫名其妙,吸收这位魏小宝到底怎么回事呢? 公主跟急了,大哭大叫。 好啊你,没良心的你。 你说给我要拜天地的,我才听你的话,把你从皇宫里带出来。 啊? 我要找秦复营的统带救你的朋友。 你,你这个臭贼。 你想抵赖啊? 咱不能算完? 不能够啊你。 哎呦,魏小宝心说他再妄下说,把我丑事都说出来了。 好好好,你跟我走吧,还不行吗? 大家伙出城,有什么话再说。 公主立刻笑了,翻身就上了马了。 他跟魏小宝两个人同骑一匹马。 这些人到了朝阳门里的,魏小宝就高声喊嚷。 方皇上秘址,出城追拿反贼,快快开城。 因为在北京,萧綦营,护军营,前锋营三人的官兵,是皇帝的御林军的亲兵啊。 在北京城里,那是横冲直撞。 文武百官,谁干热呀? 守门的官兵一看,是一对前锋营的军士。 哪敢违抗命令。 更何况,刚才听见炮声隆隆,知道城里确实出了大事了,所以立刻就把朝阳门给城门打开了。 那个时候不叫朝阳门,那个时候叫骑火门。 这些人出城了,一直往东飞奔。 魏小宝跟公主骑着一匹马。 旁边这匹马上,坐的是师父陈锦南。 魏小宝,就靠近陈锦南,滴滴的声音,告诉陈锦南,皇上依然发觉自己是天敌会的。 陈锦南点了点头。 小宝,我平时见你油腔滑掉很不老实。 可是遇到这几样关头,竟然能以义气为重,不贪图富贵,不出卖朋友,实在是难得呀。 师父,别的朋友,还好说。 这大一面世的事,我是万万做不出来的。 什么叫别的朋友还好说呀? 我告诉你,只要是朋友,就不能出卖。 大一面世,这四个字,用得也不对。 魏小宝涂了头舌头。 师父,第三我没学问,说错的话,还请您原谅。 他一想,这是我的师父。 我让师父原谅,我还有一个师父,那是康熙小皇帝。 平时我在小皇帝面前胡言乱语,非常快乐。 没想到今天经过这件事,我从此再也不能见到小玄子了。 心里面也是一阵难过。 陈锦南就跟韦小宝说。 小宝王,咱们冒充前锋营的军事出来,过不了半天,小皇帝就会知道。 咱们赶紧改换实施的装束才对。 啊,对对对,前面有个镇店,咱们赶紧买点酒衣服换换。 大家伙又往东跑了二十几里地,到了一个市街。 可是镇店上没有旧衣服。 陈锦南这个人,虽然说是天敌会的总部主。 他对于行军打仗,正式啊,还有心格这些事,是非常有才略的。 可是这平常小事呢,他是束手无策。 怎么办呢? 这个镇店没有买旧衣服的。 咱们到前边试证看看,只盼着能够找到一家旧衣店才好。 韦小宝没说话。 这些人经过这个镇店。 刚出这个镇店口,就瞧见前边有个大户人家。 高墙中门。 韦小宝心说,这儿就是我的旧衣店。 师父,咱们哪儿,乘着,借点衣服穿。 什么? 给人家借衣服,人家也不肯呢。 师父,咱们可是官兵。 官兵不吃大货,又吃谁啊? 他说到这儿甩灯离开下马,走到门前,啪啪啪就靠打门环。 有一个男仆人把门开了。 天逼会的人跟着韦小宝是一用而入,见人就挖衣服。 这个户主呢,是一位告老回乡的北京的官。 一看到这群前奉医的官兵如狼似虎,赶紧上前十里。 哎呀,众伟众爷,不要动粗。 兄弟王立刻安排酒饭,请各位用了,再奉上盘缠使用。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呢。 有人过去把他揪住,把他身上的长袍衣服,连袜子带鞋全都给脱了。 哎呀,你们这是干什么? 一会儿的工会儿,就把这座院子所有男人的衣服全都发光了。 幸亏呀,这些人不沾女就。 这个退休告老的官,跟这些男人,这些仆人都吓得就剩下哆嗦了。 韦小宝带着这些人走了。 这个单官的都没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大家伙来到外边毕竟的地方赶紧换了装束。 就连公主穆建平金楼也都换上了男装,个人全都上马。 大家骑着马往前走。 尾小宝心里就惦记双耳。 哎呀,风大哥,跟我这小鸭的双耳不知道在北京怎么样了。 师父,是不是能请哪一位外甥来的面生的兄弟回京坑打听打听? 传进南就派了两个来自广西的天敌会的兄弟,回北京看一看风气中跟双耳的消息。 大家伙一看,现在还没有官兵追隶的迹象。 所以比较踏实了,要往前走了二十多里地。 穆建平突然间叫了一声。 哎哟! 大家伙一看呢,原来曾荣骆骑的那匹马突然间拉了一大扑膝,差点儿的溅在小郡主穆建平的脚上。 又走了一会儿,又有几匹马拉起溪来了。 跟着玄珍道人所骑的那匹马,一声尝尸,跪在地上,再也不肯起来了。 钱老板赶紧甩凳林安下来了吧。 道长,咱们哥儿俩同骑一匹马吧。 好啊,两个人上了马。 这匹马继续往前走。 没有多大的公分,韦小宝突然间觉得跨下这匹马,望前一冲,就跪在地上。 韦小宝蹦下来,公主也蹦下来了。 这匹马挣扎得要起来,几下挣扎,连后头也跪下,起不来了。 嗯?韦小宝觉得很奇怪。 哎呀,因为韦小宝脑子里头坏主意特别多,他突然间好像明白。 是不是小黄里暗中派人,在我马厨中给这些马都吃了东西了?糟了。 陈静南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小宝啊,生口都不中用了,咱们到前边市集上去买马吧。 柳大红摇了摇头,一下子上完摆这么些马去。 是啊! 陈静南皱了皱眉,这么办吧,咱们大家伙儿暂且分散,各跑各的,也想着官兵追上来,把咱们全都捉住。 就这样,大家伙儿分散。 刚刚散开,就听到晚处马他轮铃声音。 寻真树立上,快,官兵追来了。 大家伙儿,咔怎么一散? 这马跑的声音更快了,不亮亮亮亮亮,啊,声音是越来越近。 陈静南急了,听声音。 官兵是够多的,上开没有。 陈静南一看,大家伙儿大部分都散进了乡村跟山林,自己也带着一部分人就走了。 尾小宝急了,怎么办呢? 尾小宝刚一跑,公主立刻就把他揪住了。 你上哪些? 我说公主啊,你还是回宫去吧,跟着我没好处。 臭小柜子,你想逃走吗? 没那么容易,你想跑? 我肚子里的小小柜子怎么办? 尾小宝真急了。 老远怎么一看,起码得有几千官兵,前边跑着几十匹马。 到底尾小宝能不能逃生,下回再说。 我甚至需要不一定程度。 您不可以订阅这需要好处理咨诺。 我看有一点人转眼后 Because, humanity操作了ピコミ кат的帘子。 这是重要的编長。 我可以订阅这种编绝。 你们可以订阅这种编续咨识的编续咨识. 我就会订阅这种编续咨识的编续咨识,